牛肉葱香卷饼 就是用葱抓饼来卷起来做一个 墨西哥牛肉卷饼的概念 但你也可以换蛋饼啦 抓饼啦 墨西哥卷饼的卷饼皮 要包什么料呢 都是很自由的 所以这个葱抓饼吃起来 其实是又爽脆又好吃 家里的冰箱角落 一定有看得到的各种冷冻食品 导演你买葱抓饼一包 通常会有五张吗 你会吃几张 一两张 一两张而已嘛对不对 没错那剩下来干嘛呢 冰回去好了 没错 你越冰会越好吃对不对 今天要升级了 要清冰箱了 东西是越新鲜越好了 首先的话呢 我们就准备这个牛肉的肉片 或者是你不吃牛的话 你可以换猪肉 准备一个平底锅 大大的 因为我们待会还要煎其他的副材料 一点浅油 这锅子我已经先烧热了 我们就用筷子去慢慢的下锅 好了那因为今天是牛肉的关系呢 我不会煎到它全熟 我会煎到大概七八分熟就好 因为它还会在后熟啦 像这个样子我就会把牛肉先拉起来 那多余的这个牛油啊不要浪费哦 我们就来煎这个 凤梨的部分 凤梨要加热过比较好吃啦 那待会我们会准备这个梅林酱油 来让这个凤梨 增加一点 咸酸的味道 就比起你撒盐巴 它会有更好的效果 这样子 好 两边都煎上色之后呢 它一点牛油的味道 也跑到凤梨上面去了 然后再一点凤梨本身的汁 跟一点糖化的这种凤梨糖 焦糖的香气之后 我们就可以撒上这个梅林酱油 这锅子一定要热哦 然后就 它就马上会有一种很香的香气 像这个时候把它弄均匀 顿煮一下 就可以把它起锅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来准备葱抓饼的部分 那葱抓饼呢 一般我们在家里买得到的 其实都会比较小张 那因为今天我们要做卷饼 所以我也希望 也是建议大家 就是把它拿出来室温退冰 到软软了之后呢 可以利用擀面棍或者是酒瓶 把它擀开一点 让这个抓饼可以搭到 比较扩面的效果 好 那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 我们就直接可以用手 把它最后的这个 修一下 让它圆弧状 如果在擀的时候 跑掉的话 就用手去慢慢把它推整齐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准备一个圆的平底锅 来煎我们的葱抓饼 煎葱抓饼呢 有几个PEPPO跟MEGA要交给大家 第一个呢 就是要一个很大的平底锅 就像是外面卖创抓饼 是一个大大的煎炭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油要稍微多一点 有点像半煎炸的感觉 第三个 就是火候要掌握在一个温火的阶段 让它慢慢的去煸它 去让它的面团去熟成熟化 好那一开始我讲那么多 锅子也够热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火转到 我所谓的这个 温火的部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准备我们的沙拉油 可以先淋上 这个表面积的80%的油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好的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葱抓饼 放进来 那我们就看一下 EPPME也开始起爆了 然后就代表是对 是这个样子 然后火的话我稍微给大一点 那今天这个时候就是 边压啦 边转啦 让它可以均匀的受热 让它中间面团也有吃到一点火 好的那看到这个面团开始变 比较像是葱刀饼的样子之后呢 就知道另外一面已经熟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转小一点 那这时候我就先翻面它一下 好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地方 如果还是比较偏深的话 它的面团的部分 还是颜色保留在的 你就可以用铲子去稍微给它压一下 大概两三秒 再起来 好那两面都熟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起锅了 好的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包我们的卷饼的部分 我们准备一张这个烤焙纸 或者是防油的纸就可以了 那这时候呢 第一步骤就会先建议大家 先涂上我们的北奶汁的部分 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放上我们的生菜的部分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放上我们的这个 其他的副材料 今天选的是一点酪梨 然后再来就凤梨 诶 怎么说是梨 看我说想跟你梨 沙丁片 接下来就把我们的牛肉的部分 我看你鸟要怎么包 我们就是豪华五星级的卷饼 最后放上一点甜豆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包我们的这个卷饼的部分 教大家怎么包 下面这部分折起来 把这边左边这边 折两折 稍微把它处移一下没关系 把它卷起来 好这时候就可以open face的卷饼就出来了 有贴纸吗 后来 有三款有三款 有三款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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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制的联名帖子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 奢侈 奢侈 这是粉丝系的亮品 拜托 好的 那我们就完成了今天的 牛肉葱香卷饼 做的过程中呢 当然就是用家里吃剩的这个葱抓饼 但你也可以换成我刚刚一开始讲的 蛋饼 抓饼 或者是墨西哥卷饼的那个 卷饼皮 要包什么料呢 其实都是很自由的 因为今天是以一个就是快速慢食嘛 主要就是要 新鲜 美味 然后淀粉 营养的这些食材进去就对了 所以这个葱抓饼吃起来 其实是又爽脆又好吃 然后又不会 让你觉得很陌生 因为有葱抓饼的香气啦 今天的超简单升级料理就交到这边哦 希望你有学起来我的配方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